丰哥愿的神得得的宇哥 你给滑着格扣阿渡那球能排历史第几 滑着这轮系列赛后是否进化为超级 这一赛季大地是不是比阿渡更软的 滑着格扣阿渡啊 阿渡现在软弱不凯 尤其打到比赛后半段 哪有那个体力 而且再对一点 现在爱德华子这么伤亡 别想让动作讲垃圾话 杜兰特敢 就正面我跳的老高 就希望能够在空中拦截下一头滑子 没有那种这个刚猛的 做派 就包括他的精神动力 已经开始疲软不堪了 不敢直面爱德华子了 赛后讲点好听的 也就仅此而已了 你敢说难听的吗 说难听 爱德华子也讲难听的 这次给你一下不来台 而且杜兰特现在 为什么他有时候对外呢 表现越来越软 对内设立内人 对内这个指责不行 那个瞧不起 你比如对沃格尔也是三天两头 言语当中夹强带棒 对教练组团队 对于自己的决策安排 大有为辞 对于那的什么布拉德 瑞比尔 有时候杜兰特 集中媒体采访 伊德兰到比尔 杜兰特先发言之间 会讲于什么 瞧不起的声音 然后再讲 很勉为其难 比尔他只是做他自己 说这场比赛 比尔为什么发挥脑了 他只是做他自己 好像像是比尔 那本身天中 你就是脑呗 就这个意思 非常不满 杜兰特 对内是大放节词 舍利内人 对外只能捡好听的 包括那个比赛场上 面对埃德兰华子 埃德华子 这种协力赛 面对杜兰特 喷了多少垃圾花 美其名媛 我是自尽之类如何的 根本没留任何客气 就好像当年 集团塔 我们不也说吗 杜兰特是怎么又偶像 又从小学习啥 留客气了吗 当面是不是屡屡封盖 将你拿下呢 赛后人家仔细回望这类新的赛 其实对手当中 最大的内鬼不就你吗 外强中感 你没有领军带队 真正过硬的表现 整个职业生亚 组了多少三巨头呢 哪年这个阵容方面上 年年哪次不是溃败 要么就遭遇总决赛的身世横少 而且职业生亚带队就打了一次 塔洞现在都打了一次了 人家没遭遇身世横少呢 塔洞都比杜兰特一样 那个志姆哥 击败完杜兰特之后 赛后那就不是塔了 之前讲杜兰特是自己的偶像 今后在节目采访 志姆哥回避这个 谁告诉你 他杜兰特是我偶像 之前那会我讲过吗 那可能说 仔细我得回去看一看 回放啊 当时什么语境 而且你看参加节目 人家让你讽刺杜兰特 就说嘛 杜兰特来吧 不要四处奔波了 跟这个流浪的一些 在联系当中那些 无家可归的球员一排 想走惯的 来跟我学吧 我教一教你如何 赢得一枚真正的戒指 你要说让志姆哥 去抨击一下 揶揄一下詹姆斯呢 志姆哥根本讲不出口 因为他了解 自己当年在东部 感受到了 东部 勒布朗詹姆斯 一手遮天的可怕 那东部当时 自己都是红利 面对勒布朗詹姆斯 结果杜兰特来了 他把红利的角色 借过去了 是这么个逻辑 所以你让志姆哥 抨击一下詹姆斯 根本没有连讲 哪好意思呢 自己当年就是红利嘛 所以这就是这些年轻人 对于杜兰特的态度 至于说埃德华子 为什么杜兰特 赛后屡屡 就是吹捧埃德华子呢 他就是这样 对内设立那人 因为对内自己 有这个权利嘛 没有人对那哪个角色 敢跟他叫板 但对外呢 人家是敌对过一些 你但凡敢讲难听的 埃德华子 一套词讲出来 就会让杜兰特 无敌自容 他知道自己这点臭底 他对外 谁也不敢惹杜兰特 对外最软弱 就根本没见到杜兰特 跟哪个对手放过狂话 年轻时期或许 还会一时日间 口大舌场 讲出几句 这个 那种唇枪舌剑 彼此之间的言语交锋 现在没了 为啥不敢 就怕自己被对方 接了短了 我一旦说 放了狂话了 贬低爱德华子 哪怕叫对方听出 就这么词语当中 有那么一点贬低的意味 爱德华子 当时就清紧报其 就一顿怒怼 杜兰特 你这个场上软弱的货 在别的场上 年年组电传织头 年年败北 我之前那会拿你当一位好汉 结果进进来发现 你也是一个 外强忠感 而且你之前那会不投敌吗 你来投报我吧 结实一阵这套壳 对脸输出 杜兰特怕了 所以他都不敢惹人 现在 杜兰特多金小三位 现在对外 讲话都讲好听的 顺毛驴 对内的话 那就是狂言结识啊 始终未断 直接上下至今阶段 你看杜兰特已经老了 别的场上打的已经不行了 对内仍然 贬低这个 抨击那个 修塞其有可能 又是阿猫狗 新一轮的言语讽刺 你别听他玩 这麦克风是他能换的 他的吸水比 吸得高 差不多1.5倍呢 吸得3000万 他接近5000万 半生雪零零 像比尔和之前 魏绍那种类型 大型垃圾合同 球队怎么处理 才能让球队补强啊 魏绍垃圾合同 魏绍没有交易分析权 他怎么够垃圾合同 你交易的话 魏绍就为其他球队效力 这个合同垃圾程度 是有限的 而且魏绍 人家就再怎么水 在黄振棋台打那一年 当时魏绍是不是 已经直接上下末年了 而布拉德利比尔呢 跟史中库里 晋长得分王呢 就你直接上下 最好的状态 人魏绍是风俗残年 去了立刻 是不是九战缺少了 那布拉德利比尔 在魏绍面前 你像他相似 能打硬仗敌吗 所以那比尔这种货 他就别跟猛男比了 就猛男是水点 就联系当中 平反MVP 当时那会战绩差点 但是人猛男巅峰起 那比尔能碰城吗 那猛男就是老 他也是比哈登 比什么多兰特之类的老 比多兰特 这个事有待上去 未来的话 那留历史 给真正俩的高底 该问问吧 暂时不好评价 暂时的话 可能说多人都风平 相对来说 外界认指 是多人都好像说 能力更强 但是魏绍布鲁克 他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互相对比 比尔这样 比尔这个是历史上 我感觉是第一垃圾合同 为什么呢 一是现在联赛吹发环境变了 这种小后卫 越来越难爆发了 如果被对方针对向天防 你在外线运球的时候 人家就比比活活 扒了你 现在诺汉的菜 可形同去设 没有人太重视了 你发现 外线哈东运球的东西 你看那给哈东怼的 裁判根本 熟视无睹 这就是连接新的风向 弄哈登赛克 没有彻底从规则上 从裁判手证上划掉 但是现在呢 似乎说 有这个风向了 现在大量投赛本 一场比赛 一支球的就拿100分 哎呀 这个进攻的难度啊 比过去有过之不及 波拉德利比尔在这个环境 根本就没法生存 我认为他接下来的交易价值会议 其实连续当中几乎就是最低的 因为你很难想象他一年平均领这5000多万的巨额薪水 未来还有三年合约 任何一支球队能给他一种容纳的环境 他没有容身之所了 就是砸手里了 而且交易否定权特别可怕 他是伴随你这份合同一直到最后一天的 交易完了之后 其他球队发现波拉德利比尔不好用 想再往外卖 波拉德利比尔只要说一个不字 你这个交易就搁浅 就没法进行这个接下来的交易 你哪怕是交易当中 我之前谈好了 波拉德利比尔突然反悔 他感觉哎呀 我交易到下架之后 你这个作为组织 你是不是要躲了 那对方这个 谁谁谁都添入到交易方案当中 我不干 因为我到下架球队之后 我还想赚惯 你不能说这么多 说这么多 我去了团队环境 那不就摆烂了吗 波拉德利比尔只要说 他就说了个不字 交易就泡汤了 就在谈判白谈了 就这么闹息 因此之前黄震齐才给波拉德利比尔 给个交易否定权 这个奇才真是一只 长期的渔难若捋 太没底气 你说你给这种货色 就比尔 他这种他配得上去交易否定权 只能说他烂队时间长了 一点底气 一点球队的骨气都没了 给比尔一个否定权 同时太阳也是个软骨头 从上到下是软骨头 杜兰特的历史第一球员当中的软骨头 球队新的老板 一个是不懂球 昏昏无能 再者也是个软骨头 你说你为什么驱从杜兰特 要来一个拥有交易否决权的烂货 你这种银 这种球员 因为交易市场球员如同是货币 如同是商品 很明显不值 你交易回来 你不球队就摆烂了吗 你一旦说今年打得好 果然今年没打得好 比尔完蛋 当年猛男可没有那么烂 猛男到华盛顺其才 你看球队还打救赛呢 打得挺好 打得好 打得好